Hello,Believe Music的Andy,歡迎大家收聽逢星期一的同理講電影 現在我錄音的時間已經是1點36分 已經是一個深夜的時分 我剛剛就在Netflix那裡看完一部電影 其實我下午才發現這部電影 我覺得晚上看得比較恐怖 這部電影的名字叫什麼呢? 就叫做咒 咒語的咒 我們在外國來說 哈利波特的咒語就是很有趣 射來射去就很繽紛 這部電影就不是哈利波特那麼有趣 就是在台灣拍攝的電影 是今年2022年拍攝的 上畫吧 拍攝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上畫吧 在Netflix 是不是獨家呢?我沒有留意 大家去找找這件事 這個咒語 在台灣來說 我們自己的中國人看 咒語其實就是 黃色的紙 寫了那些不知怎樣怎樣的 就是那些比較邪小的東西 我們自己的中國人看這些東西 就是挺入味的 我們看外國的那些就是 很多很厲害的畫面 有些恐怖片 有些恐怖片 有些很豐富的畫面 在中國人來講 台灣來講 他有自己的味道在這裡 可能泰國那些也不同 泰國那些也不同 降頭 降頭那些就 有很多效果 很多效果 會超現實 有些蟲 會有些 其他 動物 會 弄到你不知怎樣死 那些 就太確了 但這一套就是 台灣的 台灣的咒語 給我感覺 就是 斜斜的 我想去過台灣 旅行 大家應該會感受到 台灣有一種 懷舊的感覺 有一種情懷 在裡面 今次他拍這套戲 都 都 都不會沒有這種感覺 都有一種情懷 有一種令人很懷念的感覺 在裡面 但又帶了恐怖氣氛 在裡面 有一種很邪的味道 我看完這套戲 我有很多感覺 我 你說很單純的 看了一套恐怖片 我覺得 不是 有一種 情懷在裡面 這套恐怖片 我覺得 不知為什麼 我覺得 很溫暖 那份感覺 台灣那種 暖流 流入我心裡 大家去台灣 不知道會不會有這種感覺 因為台灣那些人 是很 很友善 很 好像 未被 我不敢說 他們 經濟 是否差一點 大家應該認同 這件事 可能 香港人 不移民 去台灣 其中一個 就是 去到台灣 找不到香港 人工 可能少些 但是 那裡的人情 會比較好 對嗎 我自己 在這麼久 的感覺 就是這樣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 可以留言給我 這次 我看這套戲 我先說一下 感覺 我覺得是 氣氛做得 好的 這裡是好的 也 我覺得是更新的 例如台灣 台灣 我想 外國那些屁 會拍得更新 一些 可能 在思想上 就會追回 我們 一些比較 可能 我們香港的思想 如何為之 新不新 舊不舊 可能 受到經濟 影響到思想的分土 可能見到一些很恐怖的事情 會覺得 明天要上班 有多恐怖 會這樣 一想到錢 就 有多恐怖 明天有飯開才算 不要玩 恐怖 是吧 多少錢 很多人 現在都會 不怕恐怖 去靈探 為了一些廣告 我想 現在的人 不怕死 比較 細理一點 但台灣 我自己的感覺 好像 沒有去得那麼快 比較 像以前 我們香港 有一種人情味 人情味 我想 現在 還有沒有 大家身邊 會不會還有 人情味 會不會 有一種 幫人的心 或者 在街上 會不會 一個人睡了 會不會走 可能 大家會想 會不會被人欺負 大哥 沒有玩 就是 會傳下來 那些 騙什麼 那些 你都知道 香港 有 怎麼說 就是 一沒有了 就是 一向都沒有 這個世界的公平 香港 突然間 公平在 就 大家 就 不是看 那樣東西 就 向錢看 很多事情 就是 會有很多爭培 大家都會看到很多 最近的新聞 等等 不過 我們不是說新聞 我們先說 再說一部電影 那這裡 咒語 就是 說什麼呢 一開始 就是 說 一個女人 就說 我自己就想 拍一部影片 就是想 記錄這件事 給大家看 就 一起去幫我 一起幫我 這件事 已經是 有少少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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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你 不太舒服 那感覺 就會告訴你 你看看 這裡 你們覺得 這是摩天輪 是向左轉 還是向右轉 就視乎 你自己怎麼想 他 一開始 讓大家 進入 這個 什麼 進入 他自己的 在世界中 就告訴你 好不好 其實 是看你怎麼看的 他又給你一架地鐵 給你看看 究竟是 向前走 還是向後走 這樣 接著他就再 解釋 告訴你 我就是 碰到一些 不應該碰的東西 大家會不會 去到這個位置 就會覺得 什麼 還有一種好奇心 心裡 會有一種 不安感 就飄出來 因為 我告訴你 這部電影 那個氣氛 就是可以 帶到 大家進去 那種 很實在的感覺 因為這部電影的手法 也是 他也是 死亡 雜作的那種 拍攝 用手機鏡 去拍攝 他就 買了一部電影 拍攝 自己的過程 就說 大家幫一幫他 他就說了一個故事 整個 整套片 也都好像一個紀錄片 他拍了出來 再給大家聽 去祝福他 是這樣 那 他呢 拍完這部電影 那部電影 其實就 剪得 比較 大家應該要認真 看 因為 他又會放下 以前的東西 又會放下 現在的東西 又放下 以前的東西 其實這樣 都可以 因為 他現在 可能 他現在 做了這件事 大家會有一個問號 他就會立刻 播放 因為他以前做了這件事 現在 就會搞到這樣 大家又會明白 他為什麼要這樣剪 不過 就變成了有少少少少少亂 不過 不是很影響到他 我想 大家成年人去看 我想小孩子不會看 大家成年人去看 其實是 會明白到 所以不用太亂 太害怕 那 他就說 他就是觸碰了一些 不應該觸碰的東西 去了一個不應該去的地方 就 在他身邊的人 全部 都不會有好結果 那 那部電影 就會即時 拍照 他 和他一起過的人 發生了 車禍 然後 車禍 然後 炒完車禍 走出來 又會被另一輛車撞 其實這些畫面 全部都是一些 真實畫面 他會帶點邪氣 邪氣 不是 一個 車禍 大家都看 真實車禍 撞了一個人 躺下 不是的 他就會在那邊 會有一些 人 那些 即是撞了一個表情 他會很 很怪異的 大家會覺得 不太正常 這裏 是邪的 那 大家不只 定定一順 因為 我們看外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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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些 那些 他是 不知道做什麼 死去 那種 恐怖 這種 是我們 亞洲人 才能做到的 這種 氣氛 那 他之後 就會慢慢告訴你 啊 我現在 有個經文 叫大家唸 我不說了 大家自己看 那個經文 我免得說 我不說 對了 有原因的 大家看完 他就會知道 又會把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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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的logo 那個咒語 給大家看 那 那 他 都會叫大家唸 大家和我一起唸 一起唸 我就 可以一起 去祝福這件事 那我這件事 就不會太 糟糕了 總之 越多人去唸 這個咒語 那我就 我就 越好 越受祝福 那 之後 說什麼呢 這個女人交代自己 是一個 什麼人的時候 那 他就說 那天 他就去 接回自己的女兒 他有個女兒 原來 為什麼 他會去接回自己的女兒呢 奇怪 原來 他之前 他的女兒 是被一個男人 去領養了 那 今天 他就終於 我就 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覺得 嘴咒是沒事了 就可以去接回自己的女兒了 可能真的太想念 他就跟一個男人去接手 那個男人應該不是他的朋友 純粹是 寄養 或者領養之類的關係 透過一些政府的人員去接回自己的女兒 那天 他也是有用這個攝影機拍攝過程 他就說 他有很多藉口 這部電影 大家一邊看會問 啊 為什麼這些東西要拍啊 不拍都可以 是不是 他很奇怪 他又會交代 他說 他 電影裡的人都會問 啊 為什麼你要拍下 他就說 哎呀 我想記錄回自己 接回我女兒第一天 就是記錄來的 那我就看回開心 是這樣的 所以呢 這個位置呢 大家不用擔心他 但是 這個位置交代了 其實 整件事呢 那個真實性呢 就會高很多 對了 那 跟這個女兒交接儀式呢 那這個女兒就有趣的 那 跟這個養父呢 關係呢 都很好 那 當這個媽媽接回她的時候 有一點生素 就是告訴她 其實她媽媽呢 跟她這個女兒呢 是分開了 我想一段時間 那 那 那個原因是什麼呢 就 我想打後 大家會 不用說 大家都會大肉知道 是怎樣的 那 那 那我就接回她回家了 那 那 那我剛才說過 那這個女人呢 就是 就是 受到詛咒 那 接回她女兒回去呢 當然會有很多 奇怪的事情發生 就是 都 那 那 那 她是否用 黑蚊蚊 去令事情更恐怖呢 我覺得她不算 不算 不過她是有很多氣氛的燈在裡面 那 我覺得是 不過分的 她用得 對了 不是說 全部是黑蚊蚊 不是的 她用得不錯的 挺好的 就是 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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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這些東西會出現 那個氣氛營造得真的 我自己覺得是很棒的 以恐怖片來說 它也算是三甲 我自己看的 和日本的 都真的很相近 真的很棒 但有種台灣的味道 我自己聞到 有種台灣的味道 不同日本的味道 是真的很台灣的 大家看就會知道 和日本的氣氛有分別 這裡是台灣 外面有聲音 關燈 然後它就會出去看 開了雪櫃 把雪櫃倒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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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又不理會 關上雪櫃 那它又不理會 很正常 那 你一直走出去 其實這房子真的不小 台灣也很棒 我想那裡有八百多一千尺 如果一個人住都很害怕 那就和女兒一起住 差不多這麼大 大家的廳也不太大 但是它房間裡有廁所 每一間房間都會有廁所 總之都不小 我想它也不是很窮的人 但是不會很有錢 我不知道台灣基層的狀態是怎樣 我對台灣的認識不太多 我去過一兩次去台灣 它也是不愛扶食 沒有怎樣特別了解台灣文化 但是感受到台灣還是一個文化的地方 都會重視文化的地方 那大家 我不多說 因為這裡 免得說不到那一篇 它就一直跟著走 那 所有 即是它經過的地方 門都開了 那直接走到大閘那裡 連它家裡的大閘也都開了 那不知道什麼事 那那一盞燈呢 就 在外面 大閘外面那一盞燈 就開 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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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些東西都挺恐怖的 嘩 怎麼搞的 真是很恐怖 我自己在那裡看到 那它走出去的時候 外面那一盞燈就關了 那一路就是樓梯口那一盞 然後散燈就變得 開 關 開 關 正常 如果你跟著 那一盞燈 你會看見一些不知甚麼 其它是 帶你出去 這樣 在這狀態 它想再看的時候 那一盞燈門突然開了 就有聲音大喊 他就立刻害怕到,三天都關門了 然後就吐氣聲 他也挺厲害的,因為他這麼害怕,不忘會用攝影機拍著 所以我覺得他是挺專業的一個攝影師 回到來,第一時間他就想,死了,那個女兒怎樣 他就立刻衝進房間,發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他女兒在這裡,聽到衝刺聲,進去廁所 看一看衝刺,沒有人 但一看出去的時候,女兒又不見了 他就一直坐在家裡,四圍找 不知道是否在露台上,見到她的女兒整個頭 好像撞了斜的感覺 然後走進去,又吵一吵 就是嚇一嚇大家 這裏就告一段落 這裏就是第一次帶我女兒回去的過程 鏡頭一轉 就說回這個媽媽,她小時候 原來她也是一個Youtuber 我小時候也不是很久 可能也是五六年前的事 就說她以前跟兩個男的朋友 一起開車去靈探 她們就叫做破鬼特工 什麼叫破鬼特工 就是不信有鬼 這個特工 她們就專門去一些 就是 鬧鬼 人家說那裏很邪的地方 她們就去那裏拍攝 她們就說沒有了道 哪裏有鬼 就是去挑戰一些恐怖的地方 這次她就跟了一個男 其中一個男 就是 回了一條她自己的很古舊的村 裡面 聽聞就是一個 不去的地方 她們就選了這個地方 去破鬼特工 那裏 中途開車進去的時候 其實都開很久 就是描述到這個地方 是一個很偏軟 很偏僻 就是 我們正常 就不會去那個地方 那麼 香港會不會有這些地方 其實我想香港 都會有一些 還有一些村落 我想大家 可能有些真的 真的沒有去過 有些真的 可能真的不知道 有這個地方 香港還是會有這些 就是 一條村裡面 還會有這些地方 我想 在行山的時候 就會更多 見到 就會有些 村民 那些人 大家 行山的人 就會知道 可能是那些地方 那些荒山野 你無端端不知道 有一條村 其實真的會有 香港 可以告訴大家 真的有這些地方 不要以為 外面 香港 香港 這些 全部都文明 有馬路 有車 怎麼會還有這些地方 不是的 真的會有的 會有的 這些地方 我暫時就說不到 但是我聽網台的時候 真的聽過有人說 是有這些地方 這次他們去台灣 這個地方 就是去一些 類似的地方 偏僻 台灣更大 還有 我交代一點 我自己感覺台灣 真的是一個 很迷信的地方 我自己的感覺 因為 我自己去台灣的時候 我忘記一個叫什麼 一個叫市區 那裡有一個廟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經過過 進去就未必會 對面有一間賣棒球的專門店 我很喜歡去那個地方 那裡叫西門町 我終於知道 西門町 大家在棒球店 但我應該都去過 喜歡棒球的人應該會知道 那間店 因為那間店 全部都是賣棒球的 那我就 自己不打棒球 也不看棒球賽事 但我很喜歡棒球賽 不知道為什麼 這樣 這麼奇怪 那對面呢 就有一間廟 每一次經過 我都 忍不住進去 瞄一瞄 可能 看一看兩秒 我就不會進去 但是瞄一瞄 裡面那些 神像 那些 嘩 真的不是開玩笑 真的 有點怯的 真的有點怯 不是開玩笑 每一次我經過 看一看 我不敢看得太入 但是 真的有點怯 真的有力 在裡面 有一種氣場 在裡面 不是開玩笑 好像真的有些人進去 供奉 但是 什麼神 什麼法 我真的不知道 台灣 很多 我 提一提 很久以前 也有套黑金的電影 那麼 他們都會 很多這些 政治 都會玩 一些 神神鬼鬼的東西 大家看過黑金就會明白 可能黑金 年輕一點也不會 劉德華家 梁家輝 那些 那時候 就很厲害 真的 很久 大家可以 回到黑金 由 那時候開始 台灣就是 黑社會 滿天神佛 黑社會 會比較 相信這些 不是黑社會 現在有 某一個團體 都會拜 關乙哥 那樣的 我不說誰 自己想 那樣的 那我先說一下 他們呢 就是 駕駛 中途呢 已經是遇到少少麻煩 車到佛 那樣 那個女生 就嘔 那樣 那 他們 再駕駛多一段 不老的時候 他們就 轉上去 一個 轉上去 一間 一間 那一間 不是很大 應該就 住在 十多人 很少 有些 男人 有些 婆婆 有些 小孩 很少 很少人 我不知道他們怎樣 維生 應該是自己種 食物 古怪怪 進去 那些 手印 那些 手印 手印 那 手印 不是 南無阿尼陀佛 那種 不是佛教的兩盒掌 那樣 有些是 比較 古靈精怪 那些 那些 大家就會意味到 是 什麼 大陸 大陸 那些 不知想怎樣 那些 不知想怎樣 手印 又說 你 先拜一拜 你不要 到處走 那樣跟你說 你真的 三人進去 那他就說 那他就說 那他好像是舅舅 來的 扣什麼 不知道什麼 他來的目的 也不知道 他來的目的 也不知道 他這村子的目的 有沒有告訴他 那些舅舅 可能是他來探望他 那些意思 只不過是 但其實他們的內裡 當然是知道 裡面有些東西 那樣的 那他來到 首先 進入自己的房間 那裡有幾塊鏡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幾塊鏡 好像 化妝間 那樣 對 有幾塊大鏡 不知道 那條村子 我形容一點點 那條村子 讓大家知道 那條村子 起得有點古怪 走來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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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是兩間 那條村子 那樣 一棟東西 然後又可以 過去旁邊那棟 然後下面 又不知道 有些 橋 又通來通去 那樣 有一塊布 又掛著燈籠 那樣 就 令到你 又 古古怪怪的 擺設 那樣 你知道 那些人 那些人 不是 城市人 比較 鄉村人 那些人 穿得 薄薄薄薄的 有老婆 經常看著你 又幫你打麻 你就會覺得 怎樣 我們城市人 就是 不要玩了 大佬 領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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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 那些古怪的事情 就是 入到那些 有些很雜俗上的事情 那樣 就是我們不會做的 剛才我們 吃飽 就睡飽 就吃飽 然後途中就去玩 就是這樣 那樣 那些人 又要拜一下那樣 又要一些儀式 又要寫下符 那樣 很多事情 就是迷信 以前那些人 就是 因為 他有點 古怪病 有些事情不好 他就會說 一定是 那些神不喜歡我們 那我們一定要去 拜拜 祂 再保佑一下我們 現在也有的 每逢 幾年 幾月幾日 就有 問王大仙借庫 那樣 大家都會去借庫 我就不會去的,因為借了要還 我本身很差勁,借了別人不還 我忘記了還之後,他們拿回我怎麼辦呢? 我又不能給他們,我用光了 我怕不會借的 如是者,他們就搞了他們一大壇的習俗 然後到夜晚,他們就出去了 三個人就出去了 在這段期間,原來這三個人裏 有一個男女在拍攝戀愛中 另外那個男生就是這條村的親屬 他就很興奮的,拍這個破鬼特工 很興奮的,我就說出去了,玩到他怎樣? 他破鬼了,他是破鬼特工來的 你還談戀愛嗎? 接著我就發現,這個女生吐的原因 原來他是戴了肚子 他在懷孕 那他年輕人,他不是戴了肚子 他就是可以繼續玩 因為年輕人可以,年輕人甚麼都可以 腦子就不行了 三人出去拍她們的破鬼特工 鬼鬼祟祟,靜靜余余地走 偷拍一個美女,那個美女全身都寫了符 但被這個美女發現了她們 那美女走出來問,蛤?你們夜媽媽偷出來玩嗎? 然後她們三人就問,不是,是出來看看而已 就是,都想玩一下 那美女就問,蛤?你們真的想出去玩嗎? 我帶你去一個好玩的地方 然後那三人說,哇,真棒啊,人大佬,當然去吧 他們都是想拍攝的 拍攝的人,有時候就是,你越偽,她就越覺得值得拍 下年不危險的那些,我拍來幹什麼呢? 沒有人看的,對不對? 就像我現在這樣說的 說得不夠精彩,沒有人聽,對不對? 所以她就越危險,她就越要拍 那女生就帶這三個人去一個神壇 那女生就說,你們兩個男生不能進去 那只是這個女生可以進去 那她就帶了這個女生去這個神壇 然後那個小女生就說,你在這裡等我 帶了神壇面前,你在這裡等我 那她就鑽進去 那這個女生就問,蛤?你去哪裡了? 那她當然害怕了,大佬,哭哭哭 有一個神壇,正常都會害怕,大佬,你破鬼 大佬,人來的嘛,你看到這些東西當然會害怕 那時候那個神壇,不是正常我們看到幾個宗教 我們最正常的,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 就不是那些來的,就不是那些來的 就是一些你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總之她什麼都可以,你說她是 即是比較一些靈類的教 就有一些小和尚,樣子,又不知怎樣 在這裡笑,會令到你很不安的圖案 就不知道想怎樣 令到她不安之際 那那個小女生就出來了 那她就拿了一個鐵頭 那她就拍了 然後她就說,你餵她吃東西 餵她吃什麼呢? 我餵她吃頭髮 那那個攝影機再拍一拍 原來裡面有一個,不是青蛙 那是比較大隻的 那她吃頭髮很古怪 然後鏡頭一轉 突然間拍一拍那些髮型的時候 就好像全部有個表情在這裡 然後就很害怕 全部人很害怕 然後就有人衝進來 說,喂! 喂!你在這裡幹什麼? 蛤!神經病! 你們這裡不讓人進來 你說進來進來進來 即是當地的村民就發現了 那幾個人就進入了一個 他們不能去的地方 這樣 那鏡頭一轉 就說回她現在和她的女兒的關係 那些事情 就說 她其實呢 因為了這件事之後 她就很迷信 就 又擔心她的女兒 擔心她的女兒 其實那個養父都知道 就幫她騎了一些褲子 然後那個媽媽就很大反應 說不用 我不願意要這些事情 即是 又會交代一下 她媽媽和她的女兒關係 好像挺好的 有種 即是 即是很好的媽媽和女關係 因為那個女兒其實很小 就是 幼稚園的 都還是很有趣 那種 小孩子最有趣的就是這個時候 再大一點就想打她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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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回這個媽媽和 就很疼愛這個女兒 這樣 現在馬上就 說回 他們 在那個神壇裡面 被人發現了之後的後果 是怎樣 這裡馬上告訴大家 就馬上推翻了他們的房 就罵他們 怎麼搞的 你們弄亂了東西 知道嗎 你不可以再 就今晚 就鎖住他們三個的房間 這樣 這樣 這三個 破鬼特工 當然是 當然是不 即是 即是 年輕人就覺得 我們剛剛才 做一些事情出來 發現到一些事情 你們不讓我 大家看到這裡 其實 會覺得 這幫人很瘋 其實 剛才那個位影 已經是 感覺到那個 邪氣度 已經是 不說得少了 還有呢 這三個人 進去 探險的時候 是被人動了 可能 說漏了 我現在說回 為什麼 會說被人動了呢 其實 之前不是說 要跟他 拜一拜 拜一拜 那時候 其實 那個阿婆 已經說 你 叫什麼 他 就會 即時 把那個人 獻給 他們 供奉 那個神 已經 已經 這樣 這樣 動了 還有呢 那個阿婆 幫他打了阿孟 已經知道那個女生 是 大徒 就告訴他 連你肚子裡的小孩 都獻給那個神 這樣 即是 他們聽完 其實回到房間 呆了 覺得 什麼 神經病 那 年輕人 當然不會相信 你 說 是 是 我 繼續 那 才會導致他們 這次 這麼大膽繼續去 好 我們說回 他們被人困在房間裡 那 那 交代 當時 有 很興奮的男生 對於火鬼特工 另外 有一對情侶 就 已經知道他在這裏 仍然要繼續向那個不能進入的隧道 很多門很差 就是木門 被那個男生撞開了 三個人就繼續出去 哇 真是 為了 為了 那個頻道 不惜 犧牲一切 進去 那個 洞的門前 都考慮了一陣 就是 因為 那時候 有一個突破 就是 看到 之前 被人畫到 帶他們出去玩 那女生 躺在那裏 旁邊 就有隻羊 那 其實 這是什麼情況 什麼狀態 其實是 一些獻制 來的 除了獻動物之外 還要獻人 可想而知 這條村 是多麼迷信 不是多麼落後 要找一個真人的小妹 來獻祭 就真的 我想 這件事 很匪夷所思 用真人去獻祭 我想現在 就算你說 西藏會不會 我真的不知道 西藏應該不會 死了那些才會 看見一個小妹 就覺得不對勁 立即 要懷送去醫院 不如算 真的很興奮 那個男生 叫阿東 那當然是不要 你當然要來到 當然要下去看 因為 她一定要拍到 拍到 才肯走 因為 她 可能是 這個頻道 即是開頻道的人 怎樣都想拍到 好像我 我怎樣都想拍到 有些事情才肯停 即是很明白的 即是你拍攝的人 尤其是做這些靈探節目 即是做都做給你看 大佬 你沒有東西看我 即是沒有人再看我的頻道 我關注一點就麻煩 然後她 無論如何都要下去 她 二話不算 一腳踢進隧道的門 踢爆了 那些木頭很夠 一踢爆了 那真的有個小孔 可以進隧道的小孔 正常進隧道的小孔 正常進隧道的小孔 已經有聲音 有聲音 有聲音 不知道是小孔 還是什麼 叫聲音 即是不太正常 你裡面 那裡其實不會有人住 有聲音 大家聽到正常上 都會知道 嘩 不是說得少 真的有話 不是說笑 有聲音 有人叫我 正常人 會進隧道的小孔 那裡 正常人 都不是人 生活 那些年輕人 就會有很愚蠢的想法 就是 會不會還有些小孔 在裡面 我們要不要帶他們 救他們出來 這樣 對 就會有這樣的心態 我們 活了這麼多年 當然是 無論如何都報警 大佬當然不用自己進隧道 你不是叫我進隧道 不要玩 就叫我回家 我只是看新聞 看新聞有什麼事 我叫我進隧道 當然是找專業人士 我怎知道會不會有沼氣 吸一吸我暈倒就死了 正常當然是這麼想 但他們 為了靈探 拍攝回去看 自己進隧道 那對情侶 就叫女生 你不要進隧道 你不要留在這裏 我們兩個進隧道 兩個男生如是者 就進隧道 進隧道 進隧道之後 那女生 就有些怪事發生了 什麼怪事呢 大腿 流血 大家就會意味到 是不是大肚流血要生 又不是那種感覺 隔了一會 那一陣子 對這個頻道很熱衝的男生 阿冬 衝了出來 發瘋 叫救命 衝出來 大家都覺得 哇 裡面當然有些厲害的東西 會不會有些 大家期待的畫面 會不會有些 很害怕 但另外她的男朋友 就沒有出來 還在裡面 那件事 就 揚了出來 那些村民 就 鏡頭拍照 那些村民 就托回 她的男朋友出來 那 就 死了沒有 就不知道 就是 打直走進去 就打橫抬出來 然後 那個女生 就哭 就是玩大了 那些年輕人就是這樣 那些年輕人就玩大了 就坐在那裡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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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女生 就哭了 那一條 小妹呢 製品 就 拿了一個 壺 給她喝 給她喝水 真的 走去喝 這個鏡頭 是很瘋的 喝完之後 覺得奇怪 扔爛了 壺 壺 壺 裡面有些什麼呢 原來就是 剛才吃頭髮的青蛙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真是 真是 看到都真是 可能第一次看 看不到的 這些很細心才看到 很流心 我想這部戲 如果在戲院看到 真的幾爆 真是幾爆 我想應該沒有上畫 這部戲 只是Netflix 才有看 順帶一提 這部戲 Netflix是第一位 真的有很多人看 這部戲 不是開玩笑的 嗯 都 都真是 從恐怖片來講 都算是 寫實 寫實得來恐怖邪 那樣 那 就即時說回 那女生的反應 就跟著下去 她的朋友走出來 就跟著她 問 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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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去哪裡 中途 就已經看到 很邪的畫面 那裡的村子 那些人 全身都寫了符 看到村子的恐怖一面 那 也 鏡頭一轉 說她的朋友 就無緣無故 是一個 我不知道是否一流 掉下來 類似 大家覺得她 就是 掉鬼死了 不知掉鬼死了 那 這個女生就害怕 就馬上 衝上 自己 開車 那裡 是否走了 那鏡頭 就沒有拍到 我想 應該是走了 應該是走到出來 因為 如果不會走出來 就不會有拍到這條片 那 鏡頭一轉 已經去了另一個 另一個 另一個 那裡 就說 說回 他們現在 近 近 就是說 車子 因為 發生了這件事 就想去回 這個地方 那裡 才可以 破解到 咒語 很多時候 那些戲都是這樣 咒語在那裡 中 那你就要去回 那裡 那就是 帶回她的女兒 尋求 想說 可以 解回咒語 那樣 那 他們開車 進去 但是 就用回 一些 不斷地轉那個彎 轉極 都是看到火把 和單車 轉了彎 又是看到火把 單車 就在這個位置 就迷了 所以 最後 就打算入後波 就離開 停了 那車就動不了 這樣 那 鏡頭一轉 又 交代 她和她的女兒 都相處了一段時間 在這個詛咒下 都會有一些快樂 去了沙灘 放下子妖 很開心 有些美好回憶 但是 同時間 原來 她又去找了 另一個師傅 看看如何破解咒語 這是一些恐怖片 必經的橋段 中了咒語 你是普通人 你搞不定 好像 驅魔人 找牧師 正常 那 你 殭屍先生 找道士 你就 對 現在中了這個邪 當然是找回 一些 相關的人士 去幫忙 當然是奇怪 儀式 吃紙 符水 當然是少不免 你找到這些便 還有一個奇特的 是什麼呢 就是 現在幫我們 但是 你女兒 七天 不可以吃東西 不可以喝水 在這個位置 有些疑問 因為 其實 我是來救我女兒 找你 那我七天不喝水 不吃東西 其實 我不是已經死了嗎 就是 我不用受這個詞咒 不用受這個詞咒 我本身已經死了 七天不吃東西 哈哈哈 你是不是玩東西啊 你不救就算了 對不對 我七天不吃東西 我不喝水 你不吃東西 都 幾緊三十 都 都盡了 你也要喝點 補抗力 你不喝水 你不吃東西 是未必會死 但你不喝水 真的會死 因為缺水是很嚴重的事情 那 這個要求呢 我覺得是 我想我會找個 第二檔 如果是這樣 七天會不會太多 總之 不行 吊鹽水 真的不行 算不算 算不吃東西 吊鹽水 那這個要求呢 就是這樣 都好像我那樣 觀眾呢 都有問過那個師傅 七天不吃東西 對於小朋友 會不會太辛苦 那那個 老闆娘 就是她的師傅老婆 咦 其實 如果你這樣吃東西 都會對我 對師傅 都會有生命危險 但是呢 如果你做不到 就不要做了 就是不要做這些事情 當我沒有幫過你 那當然 你在一個無助的情況下 好吧 先答應住 先答應住 因為 你找不到人幫忙 唯一一個人幫你的人 就算要求是過份 你都要照做 那就 好吧 那你先帶回去七天 七天之後 就來找我 如果不能死的話 我覺得 七天之後 其實基本上 帶回來 給你看看 已經死了 沒吃東西 不喝水 別玩了 那她媽媽真的照做 那去到第三天 嘩 她的女兒 真的很虛弱 三天不吃東西 不喝水 我都沒試過 我試過 很長時間不吃東西 因為減肥 不喝水 真的沒試過 沒試過 三天 到很虛弱 她媽媽真的受不了 不行 因為她的女兒病 發燒 她晚上 看醫生 醫生說 你 不吃東西 打這支針 是會有很厲害的副作用 所以她說 你吃完東西才過來找你 我等 即是找我 我等你 她媽媽真的不行 去了 便利店 買了一些東西 買了一罐菠蘿 那 就 餵她的女兒吃 嘩 你不餵她 她又餓死 我覺得很辛苦 你餵她 又破了戒指 我明白小朋友生病的時候 會令大人很頭癢 你寧願自己生病 因為 你改變不到的事實 因為小朋友 辛苦 她的樣子真的很辛苦 總之 你做一個媽媽 你就會 哎呀 我真的不知道怎樣 我這邊 算了 我先讓她吃菠蘿 一吃菠蘿 她的女兒 真的 皮膚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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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媽媽 就覺得不行 不妙 立即 跟她 扣喉 吐 那些菠蘿 很可憐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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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 不要說是詛咒 你這樣 生病 都看得到 真的想哭 但是 吐的時候 還要吐到什麼 吐到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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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詞咒真的不開玩笑 真是很瘋 那麼 她又馬上抱她的女兒 回到師傅 晚上 漏夜 一回去 她的女兒 就 用輪椅 推著我 不知道她怎樣做 總之她就做到這件事 其實不是很容易 當時 抱她的女兒 挺重 抱她的輪椅 就推過去 很快 一進去那間店 她仍然是拿著 我懷疑那是數碼相機 拿著一支大光燈 都真的 不忘 upgrade她自己的閃光燈 真的 因為其實 我想大家都會有買過數碼相機 不會有那一支大光燈 真的要另外配合才會有的 而且那一支大光燈應該挺耐用的 在那個年代 她就 拿著那一支燈 去拍攝 如果大家理解這件事 其實這套戲就沒有恐怖 最好就沒有知道那麼多東西 沒有問那麼多東西 看這套戲就會恐怖一點 當時 那個師傅已經躺在這裏 成癱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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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師傅 背著她 穿著一件 魚翁背心 黑癡癡 在這裏 拗 拗 拗 後頸 一邊拗 這些血 就不停滲出來 就是 背著她 問她 你是不是吃了東西 蛤 小女 就是說一大堆說話 盤問她 你可否幫我 那些 說到這裏之際 其實 我想 這一帖的 師傅 師母 已經撞了邪 或者可能已經 不知道什麼狀態 她就拍攝 她的閃光燈 就不斷斷斬 那一盞燈 很不穩定 通常有些 不穩定的 即是 你拍到靈體的東西 那些燈 就會斬 這些是 小常識 正常的燈 是不會斬 那如果斬 就應該有些 有些干擾到她 那這些 大家認為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那就在斬 那些燈 就斬一斬 老闆娘 就 一聲 去那裏 斬一斬 老闆娘 就不止在這裡 繼續拋她的頭 越拋越多血 那這裏呢 就 那你就自己看 這裏有些位 就 嗯 我覺得是應該自己看 才好看的 因為這裏是其中一個 挺恐怖的位置 去到這裏 大家期待一下 這個位置 我也比一下一下 OK的 但是頂得順 OK的 那這裏呢 就是 找師傅幫 那裏呢 就完了 這件事 快說 有一段小插曲 你又不要以為 那個領養 這個女兒的爸爸 就沒有工作 原來呢 他知道這件事之後呢 他一樣有工作 那他呢 就 拿著 之前那兩個男生 下去 拍攝的攝影機 其實 哇 這件事 很亂 實在交代 我不知為什麼他可以拿回 他掉了攝影機 不過這裏 大家自己去領會 總之他就 拿到他的攝影機 在手 那麼就把這段影片 把他拍攝的 放進了 這個 不能進的 動員 隧道 那段影片 就在還原 因為他拍攝的 就受到干擾 所以他就 用電腦 電腦嘛 電腦嘛 電腦當然什麼都可以還原 對不對 那他就把那段影片 還原 在那裏 好厲害 我不知道是什麼軟體 來的 那他就沒有公開的 他就根據他們拍攝的 就去 上網 查一些資料 這些是什麼經文 又查到什麼人認識 他知道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即時真的 他真的在乘搭飛機 去找這個 知道這些古文 為什麼的人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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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 那你坐飛機 你也不是馬上去到 那位 你坐飛機 去那些城市地方 那你去找這些 懂古文的人 當然是住在深山野嶺 那他真的去到 找那個和尚 然後翻譯了 那 怪事當然是發生 你知道這麼多 那 他就 回到酒店 我想那裏是酒店 就拍一段影片 打算 告訴媽媽 我找到這些線索 就馬上傳給他看 那這段影片 他有看的 看到 那男生 又受到詛咒 那個詛咒是什麼呢 他就 說那個詛咒是這樣的 就是那個 就馬上不斷 又撐進去桌子裡 不斷地撐 撐撐撐撐撐撐 真的拍著他撐撐撐的 我感覺到那裏挺恐怖的 那裏挺瘋的 因為 就是不斷撐嘛 那裏 那裏挺恐怖 我可能不交代了 説再說另一件事 另一件事是什麼呢? 那位女兒幾天不吃東西,也要有個交代 她的媽媽立刻抱著女兒進醫院,醫生就這樣屈出水 幾天不吃東西,不過你不用怕,現在我們會觀察她 但情況不樂觀 那位女兒就住在醫院,我就交代了這麼多 也會有些匪夷所思的事情發生,大家去看看 那位媽媽放在醫院的時候,就拿了電話出來 那位女兒的爸爸還原了那段 不能進去隧道那段影片,就拿出來看,放出來看 那這件事發生了什麼呢? 那一套電話,大家最期待的地方就是 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讓我看看 那我就馬上跟大家說 那兩個男孩子進去 進去其實就是髒髒的 但是就會有一兩個古怪的東西 有一個很整齊的壇 就放了幾束頭髮 那中途就有些玻璃 就會不斷地有些聲音,有人叫 那樣的 那他們又越走越深 就說,你問我,我問你,喂,是不是還去啊? 然後就說,不去就走了 然後就說,去吧,去吧,去吧,搬開來看看 什麼事 然後另外那個,就說,好多人進去 然後再進去,就看到有隻牙 牙一隻一隻 每隻牙都放在上面 那就是不要動它 那就是玻璃 然後你又聽到裡面,又有些更多的聲音 那麼,劇正上呢 去到這些位置就真的 真的 真的 無論你有多麼靈探 多麼強橫的人 因為你是一個 墨幣式的空間 你不是說一個空曠地方 空曠的地方就 一下子跑去 不知道哪裏 都還可以走 但是因為這裡是一條隧道 那就是很窄的 你想走,不是那麼容易的 還有很多不同的雜物在這裡 有黑 那麼 正常來說,就算 不是那麼恐怖的東西 大家進去也會很不安 那進去裡面就有一個 我真的太黑了,我看不到什麼 有些類似佛像 那樣的東西 那就是 整個隧道裡面都是 就是 不知道想怎樣 你可能會 可能會有一個 就是 我看的時候 心態就 是不是有些 超自然的生物在這裡 會不會有些 真是有隻東西在這裡 那我告訴大家 就 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大家 就是有些失望 但是,那就是 詞咒就是在這裡 那麼,進去最深入的時候 就是 那個男朋友 真的 中了邪 中了邪 他就 跟之前的那個爸爸一樣 就是 拿著頭 就不斷地撞在牆上 然後 另外那個 那個 主持人 就覺得 什麼事 你不要瘋了 他就是這樣 轉頭 就 不知是什麼 我不會形容 大家知道他看 那就是 恐怖的 因為那個氣氛是恐怖的 另外過來就更加恐怖了 那 就馬上嚇到很害怕 那就是 衝了出來 對 這段片 就是 大致上是這樣 那 可能我說 都不夠看 那麼恐怖 我是希望 大家 我就不要說那麼多 令到大家 就是 滿有期待 自己去看 就 真的感受到 當時那種 很嫩 那種 那種氣氛 我沒想到那種氣氛 那種氣氛 那種氣氛 我沒有想到那種氣氛 那麼 那種氣氛 就知道 他在鏡頭面前 就跟大家說 我再說一次 那一個 奏語給大家聽 那些 大家就 跟我一起去念 希望大家 對我念完之後 我 就 可以 有更多的祝福 因為他相信那件事是一個惡意之神 用一些詛咒去祝福人 大家和我一起唸 令我得到更加多的祝福 還有幫我看看這個標誌 也可以令我得到更加多的祝福 這樣 以下大家看下去都會惡意 我不說後面的狀態 看完之後我還是狂笑 雖然很恐怖 我開鼓我自己沒有跟著做 他叫我做我就沒有跟著做 我純粹說 神經病 你叫我唸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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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唸 我自己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其他人看了會不會跟著做 跟著做呢 有兩極的 沒有跟著做的人就大笑 跟著做的人呢 自己看 之後下來的結果 不想要穿的地方 接下來媽媽會怎樣做呢 媽媽真的會去受詛咒的地方 自己寫到誠生都是苦 那為什麼寫到誠生都是苦呢? 其實就是把自己變成一個祭品 他就進入不能去的隧道裏面 擺放漂亮的神壇 他就進入神壇的盡頭 那個佛像應該是他們信復的佛像 他就打開了一樣東西 我看了但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大家可以留言告訴我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那麼 當他打開完之後 他就做回那個動作 就是不斷地把桌子撞下去 用頭撞下去 不斷撞下去 就是說 其實真的中了這個咒語人的詛咒 就是要用頭撞下去 不斷撞下去 牠就藉著這件事 希望這個詛咒 放在他那裡 讓他的女兒 不用再受詛咒 其實我想是不行的 因為他那時候已經被獻給他那個神 總之你和你的女兒 都是那個神 你就算在他面前 怎樣做祭品都沒有用 根本就沒有關係 你兩個都是我 我不需要說 我獻給你 然後你女兒就用來交換 沒有這回事 那他媽媽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做 對了 當他媽媽結束之後 這段紀錄片 就是尾聲 高潮位 就在前面 大家可以自己看 這件事 很值得知道 我覺得這部電影是最狡猾的地方 真的挺搞笑 其實這部電影一開始已經動你了 不過不說了 不說了 自己看 我覺得這部電影是 很值得看 但其實真的挺恐怖 大家不是看到什麼恐怖 而是整個氣氛 整個感覺 是包住你那種 因為其實 他這段影片 為什麼我會覺得這麼恐怖 因為其實 一開始 這個女人 其實跟觀眾 有一種互動 不斷地跟觀眾說 你幫我 幫我唸這個咒語 幫我唸這段經文 會幫到我的 即是在跟大家說 那大家就會 你跟我說 對嗎 那我幫你 即是 有時候 他的鏡頭很壞 就是 不斷地播那段經文 播五、六秒 然後你就 忍不住 就覺得 忍不住跟他說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 我今次 就是聽聽風體 那些聲音 就是很入 這套電影 聽聽風體 比較好看 我建議大家 聽聽風體 但是 有心理準備 看慣恐怖片的人 都會 覺得好看 這套電影 不是入門級的恐怖片 這套電影 是很不常性的恐怖片 這套電影 我覺得是 拍得好 即是 雖然是 用死亡集 做那種拍攝手法 但是 也不會令到你很頭暈 不過是有 少少亂的 少少亂的 我說的次序 都是 有些調亂了 這套我可以讓大家 交代一下 其實我都是 有些位置 我都是錯過了 忘記說 不過不要緊 大家去看 這一套 我推介給大家 Netflix 上了第一位 真的 有些了道 嗯 如果 不喜歡看恐怖片 或者太害怕 那些 可以 跳過 但是 如果真的 很喜歡恐怖片 這套 就真的 不可以走路了 那 我就說到這 因為 都說了整個小時 那就 下個星期 看看 會不會再有 有些好的電影 推介給大家 好 拜拜